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OK 大家好 我是Lio 那今天SeaCon的议程其实都还蛮生动的 那接下来我要讲的talk是有关Mail Report的回报漏洞平台 那这议程大致上会跟大家介绍 就是包含了资安漏洞是什么 那以及为什么我们会建置Bail Report这个回报漏洞的平台 也会介绍我们未来会新增的功能 以及我们会公开招募在座各位同学 你们会成为我们的嗨客之工们 那我先自我介绍的是Lio 那目前是就读华泛大学数位建设实验室 那同时也是Bail Report的审查漏洞的人员之一 那刚好也去年TECON的时候也在R2这边 分享一个R2的一个治安的talk 对啊 那讲到HitCon就这样子了 那HitCon2015年就是在8月20、29的时候 我们会有个四天的议程 那记得大家把时间空下来 然后记得要抢票 对对对 又来了 对对对 这个真是技术的干扰 对啊 然后就是我们一定要follow一下我们Bail Report的粉丝专页 那就是可以得到一些HitCon和我们Bail Report的一些最新的资讯 那我就小小广告一下 那首先我开始介绍的是什么是治安漏洞 那治安漏洞大家应该在座都知道 就是软体跟硬体系统上设计的问题 或者是你在程式coating的逻辑上面的不合理 那这些漏洞可能会造成骇客啊有意无意的利用 然后造成入侵 那入侵有可能就是做一些资料窃取啊 或者是提权啊等等之类的 所以简单来说不论你所有的软体或硬体啊 只要是人写的都会有漏洞 那我也常听前辈说啊 治安最大的漏洞就是人 就是在座人嘛 可是Bail Report真的不受理有关人的通报 所以记得 那漏洞啊对于国家和企业和骇客来说 它是一个治安的工房的关键 那目前对于现代的资讯赞成啊 其实研究漏洞对于国家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那像是美国的国安局啊 它也坦承它不会公布所有漏洞资讯 因为揭露一个漏洞啊 它其实会影响它收集情资的部分啊 也会影响它被攻击的几率 所以像是最近学术型的骇客啊 每年都会有这个讯息 对 然后学生和骇客他找到漏洞 然后开始入侵网站 然后篡改做一些恶作剧啊等等之类的 可是在对我们来说 它是拥有高超的电脑技术 可是它没有实质 用在正图上面 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可惜 我们推办可能是我们大环境的问题 就是它或许是真的有通报这些网站管理员 可是网站管理员可能觉得他是做挑衅 开玩笑等等之类的 可是管理员就用消极的态度去处理这些问题 那这时候这小骇客就生气了 就会做一些比较激动的做法 就是篡改啊 修改网页啊等等的 让管理员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可是这样子往往大众都觉得 骇客是一个负面的形象 那我们再举个国外的例子 一个国外的骇客 他发现脸书有个严重的漏洞 所以他尝试自己用自己的管道 去联络Facebook的管理员 可是得到回报是说 这不是个漏洞 所以他就直接在Facebook的执行长上面 做一些透过这漏洞进行留言 然后Facebook的安全的人 就重视这个漏洞的问题 所以这样子来说 一般来说啊 就是Facebook它能帮助找到漏洞的骇客 企业通常都会给一个奖金啊 但是他没有依照脸书通报的规定 所以脸书他也拒发这笔奖金 不过骇客圈其实他们还是蛮nice的 他听到这个讯息 他就募集其他骇客 然后就是募集奖金 然后最后证明骇客得到奖金 差不多是台币40万左右 对啊 所以骇客其实是很好的 所以上面几个新闻啊 可以了解到我们大环境 他没有提供一个良好的机制跟平台 所以骇客无法通报这些漏洞 因此他使用自己的方法 造成不必要的伤害以及误会 而我们BioReport就是为了建立 骇客交流的公开平台 希望把我们的黑色产业 转回资安的产业 进而提升一个公益的性质 来辅足这个社会 那我们希望在平台上面 做一些技术上的交流 那提升一些台湾资安的技能 最后是希望能够我们把骇客 这负面词啊提升为正面的词 那透过一些工业方法 带给社会一个正面的影响力 这是我们最想要做的事情 那这目前就是我们BioReport的网页 那右上角有通报漏洞 所以在座各位同学 如果发现你的选客系统啊 效务系统有漏洞的话 可以到我们网站进行通报 那通报完成 然后让我们认定这个是漏洞的话 我们有个积分的机制 那其实这个积分对你未来啊 就是在求职方面啊 其实会为大家有点加分的动作 那也是让你的企业 可以认识你的大好机会 所以你的暱称啊 千万不要让大家就可以认识你 也不要去 对就请大家三思就对 对 然后另外我们未来啊 我们会结合商场的机制 就会有VB 那我们VB就可以换取一些 我们一些骇客的神秘小礼物 那在我们未来规划 我们会未来执行 所以记得还是要到Facebook 帮我们按个赞 就可以知道我们最新的讯息 那我们网站还有一些通报的 公开通报的案例 那其实我们会 这个东西可以让大家去了解一下 骇客怎么去挖掘这些漏洞的思路 那进而提升一些我们自己的实力 那我们最下面 通报最下面有个评论 这个是一个讨论区 就是对于这个漏洞 那可以结合更多白帽 骇客 然后进行交流 对 然后另外一则新闻 另外一个通报是 就是大家都认识的 OMG大大 它提供的防毒软体的漏洞 所以谁说防毒软体一定是安全的 其实都没有 它也是一样会犯一下 企业跟学校一样犯的 资安的设定的错误 如果没有人通报的话 其实这个漏洞就一直存在着 所以没有一定安全的系统 那我们最主要是希望能够建立个台湾版的弱点资料库 那建立骇客与企业沟通的桥梁 让修补的时间缩短 其中我们与大陆知名揭露漏洞的乌云网合作 所以大陆的乌云网收到台湾的通报 我们会转发到Buy Report这边 通报的管道我们会跟TWCert 跟TNA的Cert合作 就是有关政府或是学术 我们会透过这两个Cert去发布通报 那至于工艺的方面 我们会召集駭客志工 然后前往一些NGO 以及无法自行修复的中小型企业 然后做一些辅助修复的漏洞 以及资安的咨询的服务 那我们未来也会结合资安的社团 然后让同学们去参加 实际参加修补漏洞的服务 然后最后我们是希望能结合 台湾原本领善的资安从业人员 然后一同参与这个project 那进而提升我们台湾整体 资安的防御能力 OK 然后我们未来就是会着重于在资安的社团 然后让学生可以参与更多修补的漏洞 然后最后就是让学生可以更容易接触 我们骇客的技术以及文化 那我们未来的规划 其实有一个叫做组队的功能 说同学跟同学之间可以组队 然后一起打漏洞的副本 我们未来有副本的功能 所以可以follow一下我们的Facebook 那我在这边可以公开的招募一下 就是在座的同学 就是我们目前是需要有关PHP的开发人员 那你如果熟悉PHP和MySQL 以及那个Git的板控能力 那如果你有相关的经验和作品集 那可以发信到我们下面的email跟Facebook传讯息 对 然后以上的Vlog Report的介绍大致上到这里 然后看各位同学有什么意见 因为十分钟而已 对 那我们是比较 我们最主要来这边推广 就是我们在那边招募有关PHP的开发人员 对 那如果真的有兴趣的话 可以一同参与这个有意义的活动 那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提问 那或者是不好意思问的话 也可以发信 或者是到我们粉丝专页按个赞 然后传个讯息 对 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你是说那个是在招募这熟悉PHP 或是这个SQL的这些同学是要做什么 我们会有一个leader 就是会一起讨论我们未来要竞争的功能 对 然后就是可以一同参与 就是还蛮不错一个实物的经验 对 那如果真的有兴趣 就可以发email 以及到我们Facebook留言 传讯息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